國內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超過兩個月 醫護人員全體投入防疫 總統蔡英文二十七號上午 接見醫護代表 感謝他們這段時間的付出 在國家需要時挺身而出 任務非常辛苦 每一位醫護人員 真的是臺灣的防疫英雄 衛福部長陳時中也出席 蔡總統特地提到 網友說防疫要順時鐘 時鐘可以走得順 是因為大家都堅守在崗位上 這場戰役還沒結束 大家要繼續努力 就在臺灣防疫表現 受到國際矚目的時候 美國總統川普二十六號 簽署臺北法案 法案正式生效 這也是繼二零一八年 臺灣履行法後 美國第二個以臺灣為名的 國內法展現強烈停臺力道 外交部我們誠摯的歡迎 跟感謝美國的行政部門 跟國會對於我國的外交空間 國際參與 深化臺美經貿以及安全關係 以及對於臺灣的民主成就的 一個肯定跟一致支持 臺北法案重點內容 包括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 以及呼籲美國政府 應採取作為支持臺灣 強化於印太地區 及全球各國的正式外交關係 及夥伴關係 加強臺美經貿關係等 法案的共同領先人 參議員賈德納也發表聲明 樂見川普簽署法案 並且認為美國應該利用各種管道 支持臺灣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